神尾卡卡西 这神卡呢莫名其妙的给加强了一波 一个对新手来说呢很友好的忍者 也同样是我第一个干的忍者 这波加强呢主要是加强了这个神尾啊 可以通过摇杆呢来调整它的释放位置 也就是说呢有外轴了 还有一个呢神卡的大招危险动作 之前的大招呢没有吸附很容易就空了 现在呢有吸附不管在哪个位置 只要打到了就直接拉到中场 而且这第一段呢还带了扫地小我 真有那么强吗咱们实战 露克露克 现在呢终于是可以玩高端神卡了 插个拉从此不再低调 开局3A让他知道呢我要放水龙蛋 走到上路直接放 对面呢肯定要找我击球女红剑 小屁吃呢 直接给他领掉不给机会 神尾没抓着没关系 时间开大想跑嘛那是跑不出去的 没关系骑身就行我哪跑 交红灵嘛你叫我也叫 不交那你就只能动死了 大招骗踢玩的就是刺激 变场技能三心蹭斗 变场不打伤害慢慢的折不折不折 接上去神尾蹭斗 EA土牛皮再蹭斗 对吧虽然说动漫里的抗抗骑血蓝 关我游戏里的什么事 这一会儿三个刀又攒出来了 一般提升呢已经好了 别管他踢不去直接刺刀 别管他踢不去直接骗 对吧咱们玩的就是自信 先走位 外柔错位神位直接给他抓过来 来咱们玩个祸二的 原地苦工撒一水龙蛋打出去 大招世界街上 机会嘛那是给不了的